今天病例有比较多 本土的病例有46例 境外移入的也有46例 原以为严峻齐过了 没想到案例数又爆了 本土46例中桃园自贸港14例 高雄港12例加倍儿幼儿园 再加巴勒继10人 龙潭退休男也多4人 双北房仲宜兰兰饭店和亚东各有新增 另外大南市场买菜母女也意外与先前不明感染源孕妇串起 曾在同火锅店用餐群聚家二 还有一位20多岁女性出现症状就医 裁检确诊 全息中点出六条要关注的不明感染源传播链 分别是桃园的加倍儿幼儿园 龙潭退休人员及大南市场案 另外宜兰郊西酒店双北房仲业者 及亚东住院患者都要观察 而随着最新定序出炉 也发现宜兰双北房仲 这两起群聚病毒株都是Omicron 但与先前淘鸡高雄港两起群聚不同 跟这个一些境外移入的个案的这个序列 再来做一些比较 足迹有到这个宜兰或者是跟这个个案有 重叠的部分 确实是有十个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传播链 除了防众郊西酒店之外 另八条最主要淘鸡开始到远雄自贸港 接着是高雄港群聚两者最大宗 还包含三家医院两条防疫计程车司机 与机场防疫人员 Omicron传播力强 号称比它还更高一到两成不同品系的B.A.2 也在高雄港群聚中被发现 是否造成更大危害 目前南部的高雄港的这个群聚的 看起来当然就是个案数部分 还是都有在增加 不过这个增加的一个速度来讲 似乎并没有特别明显 快速或者是增多的一个情形 我们都还是用这个定序的方式 来确认到底是不是Omicron 所以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影响 病毒千变万变 防疫观念万变不理其中 TVBS新闻 徐国恒武宣同江明汉 SN小组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